对 还有图玩 好 那现在咱们开始进入到二叉数部分的学习 看一下 进入到数的这一部分了 那首先得知道这个数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数的话 说一个最简单的一样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给大家看到的现在的这张图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数的一个特征 这个数的话它有一个概念 它就是说它是模拟的具有数状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集合 那这个集合已经不是我们在一开始所去学习的那种线性表 一维空间的数据结构了 而是拓展到二维空间上面来了 然后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它有N个有限节点组成了一个层次关系 然后的话每一个节点都会有零个或多个子节点 这指的什么意思呢 对于这个数上面来说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对数上面来说的每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印象大家还有印象吧 我们在讲链表的时候是不是讲过节点的 一个节点包含它的数据区 还有它的链接区吧 对数也是一样的 一个节点同样会包含它的数据区跟它的链接区 只不过是我们之前在学链表的时候 你的链接区再往后面来说的话 是不是只有一个对吧 往后走的话 别去考虑双向链表 双向链表虽然说有两个链接区 但是这两个链接区 一个是指向前区 一个是指向后计吧 而对于数来说的话 它同样是有两个指针区域 或者是多个这个链接区域 它往下链接的那个节点 会成为它的指节点 这时候看一下 每一个节点 它都有零个或者多个指节点 看这样的一个结果 每一个节点是不是相应的 底下的链接的就是它的指节点 也就是说中国有河北广东山东 那河北又有保定跟西家庄 那这时候再看 保定下面是不是没有节点了 也就是说它没有节点了 对于当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有零个 或者是多个 然后没有负节点的节点 称为根节点 什么是负节点呢 它的上一级 这个节点的上一级节点 就是它的根节点 那你想 对于保定来说 它是不是有一个负节点呢 是不是河北啊 它的上一级 河北也有一个上级吧 就是中国 那中国再往上呢 在这个图当中 是不是没有它的负节点了 那它就是根节点了 简介着每一个分一个节点 有切只有一个负节点 这是最重要的了 一个节点有可以有多个子节点 但是它只能有一个负节点 也就是说必须只有一个上级 下面你可以分出好多个下级来 对吧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的话 那看一下 我们把这样的数据结构 之所以能够称之为数 是不是相当于 它是数的倒过来的一样 根放到顶上了 如果我们把这张图转过来呢 这是根 上面这些就相当于 数差和数叶吧 对吧 所以你想数的时候 是不是得有 只能有一个根 从这一个根上 往上去生出枝节和数叶了 所以这就是叫做数的一个原因了 然后除了根节点之外 每个子节点可以分为多个不相交的子数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除了根节点之外 其他的这些节点来说 都可以去分成为一个不相交的子数 那看 对于中国来说 它的子节点是不是有河北广东跟山东啊 对吧 那好了 这时候我们单独来看 单独来看 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河北保定石家庄这样的三个节点来说 它是不是又是一棵树啊 对吧 单独看它 它是不是还是一棵树 根是河北 然后它有两个子节点 保定根石家庄吧 对吧 好 那我把它挪过来 把它挪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我刨除根之后的话 有了根 它从根引出来的是一棵完整的树 好 我这时候不考虑根了 就考虑根下面的子和节点 单独的去顺着这个节点 去找它底下的这部分 那也能形成一棵树啊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句话 除了根节点以外 每个子点可以分为多个互相交的子数 这是子数的概念 那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互相交了 互相交的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我们说了 每一个节点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上级啊 对吧 对于河北只有一个上级 对于保定也只有一个上级 那这时候你想了 这时候你想了 这是一棵子树 这是一棵子树 对吧 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没有相交的呀 那有相交的代表是什么情况呢 和广州这地方 它得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前区 指向河北 这时候你发现两个树之间 是不是就有关系了 对吧 这就代表的是相交了 之所以说我们说树 可以分为多个不相交的原因 就在于每个节点只有一个上级吧 对吧 只有一个上级 所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 那也就意味着子树跟子树之间 是不相交的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好 那大家对树 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学树的过程当中会有几个树 几个概念来 第一个就是节点的度 那节点的度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 就是这个节点 它到底有几个下级 它到底有几个下级 看一下 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是不是抽象出来的一棵树啊 那你这时候问你了 问B这个节点的度是多少 是三吧 不去看它的上级 只是看它的下级 它到底有几个子节点吧 每一个子节点是不是能形成一棵子树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说的是每个节点的指数个数 指数个数就是因为它有了这样的一个 对于B来说 它有一个D节点 那以对D节点来说 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子数 DIK啊 那我对于E来说 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一钩这样的一个子数 对于F来说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节点 对于它来说 是不是相当于也是一个子数 所以在概念上面来说 给大家列出来的说是B节点的每个 它的往下走能有几棵子数 那我们说白了 实际上就是说 说白了 是不是就说B是有几个子节点 就代表它的度是多少啊 所以B的度是三吧 那G呢 节点这个G呢 它的度是多少 是二吧 好 那是关于节点的度 还有一个数的度 数的度是什么呢 数的度就是说 看上面的整个这棵树 哪个节点的度最大 它的大最大的这个度是 是多少 就是数的度 那你看一下 上面这棵树当中 数的度是多少 是二吗 就是三吧 B的节点的度是最大的吧 所以B节点的度 就是整个数的度了 然后紧接着再看 有叶子节点和中节点的概念 那叶子节点跟中节点的概念 是什么东西呢 就理解为数的 大家在学我们看 常日常生活中 见到的这个数 它的叶子指的是 不能再往下去分了吧 已经到头了吧 所以在数当中也是 在这个数的结构当中 也是的 指的就是你的节点 再没有几节点了 或者说度为零了 那你到头了 这个节点 是不是就是叶子节点呀 也就是说K Go L O T 这几个节点都是叶子节点吧 也是 或者叫做终端节点 再看 父亲节点 或负节点 这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说了 你的上一集 就是你的负节点吧 那 E的上一集的节点 也就是E的负节点 是不是就是B呀 这是关于负节点 那孩子节点呢 也就是说他的下一集吧 再看兄弟节点呢 兄弟节点呢 兄弟节点 问你D的兄弟节点是谁 EF吧 对吧 同有一个父亲的 紧接着再看节点的层次 节点的层次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从上往下去走 一层一层的来走 对于这样的一棵树来说 看 从根算起 根为第一层 那也就意味着是 上面这个A 是不是代表一层 A往下分开两个字点 分了两个子节点吧 所以BC算的是第二层 BC再往下分 分了D E F G H吧 所以这是第三层 层的概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从上往下的 紧接着再看树的高度或深度 那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你这棵树当中的最大层次到多少 就代表你的树的深度 那也就是说 我从头去找找到层次最深 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层次 就是树的深度吧 对吧 那看一下当前的这棵树 树的深度是多少呢 一二三四五对吧 这是第五层吧 所以树的深度是无 再看堂兄弟节点呢 堂兄弟节点呢 指的是只有同一个爷爷的吧 对吧 那也就是说 D跟H之间是不是堂兄弟 对吧 这里面会免生出来的 还有节点的祖先呢 节点的祖先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话 我现在问O的这个节点 他的祖先是谁呢 只有A吗 不是啊 他指的是从根节点一直到O节点 这条路径上面所经过的所有节点 全部都是他的祖先 也就是说 A C G M 都是O节点的祖先 然后再看子孙是不是也好说呀 子孙是以某个节点 也就是说 问G这个节点 他的子孙是谁 L M O吧 都是他的子孙吧 再看森林 那森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森林就是多个这样的 看一下 这是一棵树吧 如果旁边还有一棵树 是不是就变成森林了 这就是这个概念啊 关于树的这个概念 好 那说完树了 需要知道几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来说 他有一定的分类 分类成什么样子呢 看一下 他分为有叙述和无叙述两种 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树中树当中的节点之间没有任何的顺序关系 这个顺序关系指的是你自己自己定义的啊 只不过是有一个元素 然后你就挂上来 有一个元素就挂上来 你挂的时候可能是随机的 顺序也就随机的吧 也就是说树上的节点当中的元素 先后之间没有任何一个特定意义上的顺序概念 那这样的树我们就把它叫做无叙述 也叫做自由树 那你想对于这样的一个无叙述 是不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啊 对吧 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吧 好 那紧接着再看有叙述呢 有叙述就是指的 你树当中的这个节点之间呢 实际上是对你来说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在的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有叙述了 是不是我们在研究有叙述上 才会有一定的价值啊 好 那紧接着再看了 有叙述又会分为二叉述 霍夫曼数和弊数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紧接着只研究了一个二叉述吧 马上就只研究二叉述 也就是说数的话还会分为这些 那紧接着再看二叉述的话 二叉述是什么东西呢 指的就是节点的度只能最高到二 也就意思说一个节点 你最多只能有两个子节点 不能再多了 你可以没有 可以只有一个 但是不能超过两个 那你看上面这棵树是二叉述吗 不是吧 因为树的度是不是已经到三了 那你看上面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树的结构是二叉述吗 不是吗 哦对中国分成三了 我忘了看中国这块中国分成三个了 然后再往下看 二叉述的概念也有了之后 紧接着就会有一个完全二叉述 还有一个满二叉述了 还有一个完全二叉述跟满二叉述 那完全二叉述跟满二叉述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往过来看 看一下 完全二叉述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二叉述的高度为H 那除了DH层之外的其他各层都应该达到最大的限制 那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指的就是说 除了最底层来说 上面的所有节点都达到了最大的度 这好理解吧 就是说除了最 除了最底层来说 除了最底层来说 那上面的每一个节点的话 往上层的节点 它都应该达到了最大的二 这层来说啊 都满了 就是说每一层所具有的个数 都应该是这层所应该具备的最大个数了 不是说那个度 不是说这个度啊 F跟G的度是不是只有零啊 我们指的就是说 对于每一层来说 看一下 对于第一层来说 是不是只有一个根 对于第二层来说 最大就应该是二吧 对于第三层来说 最大是不是应该是四啊 你就说它必须具备这些个 那你想这时候如果说 如果说我把这个G的节点给它去掉了 那你想它还是完全二叉数吗 不是了吧 当中的某一层少掉了吧 这就是二完全二叉数 那你再看那什么是满二叉数呢 满二叉数更好理解了 所有层必须全部达到最大的数量 不会有任何一个缺的了 这就是满二叉数了 好我们再回过回来看 这是完全二叉数跟满二叉数 那还有平衡二叉数了 平衡二叉数指的是 当前仅当任何节点的两颗子数的高度 差不大于一的二叉数 那也就是说平衡二叉数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 当中的任意两颗子数之间 它的数的深度不能超过 相差不能超过一吧 那你想这时候啊 平衡二叉数的话 那你紧接着现在来想 如果说我把当中的这一个部分 一钩给它去掉了 那它是不是一个平衡二叉数呢 想一下 我把一钩给它去掉了 它是不是一个平衡二叉数呢 看平衡二叉数的概念 指的是任何节点的两颗子数的高度差 不大于一吧 那你这时候看 我把这个部分一钩给它去掉了之后 看任何一个节点的两颗子数之间的高度差 看一下它是不是一颗平衡的呢 对于B这个节点来说 它是不是有两颗子数啊 左边这部分给右边这部分吧 那B来说的话 左边这颗子数的高度是多少啊 是2吧 那对于B的右边这颗子数把它去掉了 它的高度是多少 0吧 相差是不是超过2了 那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平衡二叉数吧 那紧接着来看 如果我把钩去掉了呢 是了吧 左边的子数的高度是2 右边的是1 相差为1吧 是不是平衡二叉数啊 那你想 平衡二叉数跟完全二叉数不是一个概念吧 紧接着再往后走 我们不必要关注太多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还有一个排序二叉数 排序二叉数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排序二叉数就是指的数当中的节点 我们再去便利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序的 进行一下 还是卡住到 0 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这种oscope 出事就不フеш了 出事 会 複数 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 这就是一个二差排序数的一个典型的一张图片了 那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看根结点是8吧 那好 凡是在根结点的左边的部分的数值一定都会比根小 凡是在根结点右边的一定都会比根结点大 对吧 紧接着再看 我往下走 8下面是不是有一个3 那紧接着再看 3左边的一定都比3小 3右边的一定都比3大吧 那再看8右边的这个10 在右边一定都比10大吧 也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结点来说 那它的所有左边的值都会比它小 所有右边的值都会比它大 那你这时候想一下 这个数是不是就有种 有了一种特定的顺序在呀 那紧接着你想了我要找了这些你想我现在有一些序列是13467801413如果我把这个序列给它构造成这样的一个排序二差数之后那我再去进行查找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一种二分查找啊 你想一上来我是不是得从数的根部去比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找的是谁呢 我就找7存不存在 那紧接着我是不是一上来跟8去比较 结果发现7比8小吧 7比8小那我就知道了一定会落到8节点的左指数这边来 那我紧接着是不是找到3了紧接着再看7是不是比3大是大吧那我就到右边来再看7是不是比6要大呢大好我找到这一位上吧结果这时候找到7了对吧这样的一个特点是不是跟刚才咱们所说的二分查找实际上是挺像的呀对吧二分查找实际上就是把这样的一棵树给它撑直了咱们按照位置去做而2去排查2就是这个2差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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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排练排续数它之所以有了排续的概念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顺序在了 好那紧接着我们再往后说还有霍夫曼数跟畢数 再看这时候的话 对于数的存储来说的话 那咱们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存储呢 在真实存储的时候 同样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虽然说你的数是二维的吧 但是我仍然可以用顺序的方式给你存起来 那这样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按照从头到后连续的存储空间 然后紧接着我就要把我的特定的空间 跟数上的元素做一种对应了 数的根是A吧 那我就放到第一个位置上面来 紧接着数A 就是节点A 是不是得有两个子节点呢 是B和C吧 那我就把B跟C紧放着A来放B跟C 然后紧接着再看B节点 是不是得有两个子节点呢 B和E吧 那我就紧接着再往后去找两个DE 是对应的B节点的 然后再看C有F和G 我再往后上去放 也就是说横排的一行一行一行的去放 那这时候的话 一棵树在存储的时候 按照顺序来存了 那在我们真正实际上操作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并不方便呢 你想了 如果说数当中对于A来说 只有一个子节点 也说只有一个B的情况下 那我在这边再去对应的时候 也就会相当于缺胳膊少腿吧 是吧 所以真正去顺序存储的时候的话 但是在使用顺序存储的话 实际上用的不是太多 因为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数 它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在构造的时候就构造成什么样 也就是说需要对我们原有的链表进行扩充了 扩充成这样的数了 也就是说数在实际实际上 仍然是一种链式的存储 每个节点都会多存几个后继的链接区 这个概念有吧 这就是对一个链表的 对一个链表的扩充了 好了 那紧接着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数真正在去应用的时候 到底在哪些场合会用到数呢 那天我们跟大家是不是已经简单介绍过 html这个语言了 对吧 html这个语言是不是代表的是一个 标签对呀 而且之间是有欠套的关系存在吧 最外层是html的 紧接着你的一些包地呀 或者是一些heider 是不是要放到这个html的包签里面呀 好 那再去解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数据 给它挂到树上面来了 也就意味着你的html这样的一个文本 实际上有一个根 根就是html吧 紧接着就看一下 html当中到底包含了几个子节点呢 也就是说包含到这边的有hide跟bodi呢 那我再去解析的时候就可以往这样的数的结构上面去挂了 这是再去解析的时候可以会用得到的 路由协议也使用了数的算法 然后之后大家再去学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说在数据库增加你的查找数的时候要建索引 那那个索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也是这样的一种数的结构 还有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或者说经典的AI算法都是这样的数的结构 也就是说数在去使用的时候应用场景特别多 然后再去解析的时候